女人出轨,比男人更不要脸 一位读者在留言写下了这一句话 是的,无可否认 但是,为什么过去我比较多文章提及是男人出轨呢? 好像在讨伐男人 大家好,我是Paxi师姐 聆听别人的故事,故自己的感情世界 因为这都是比例比较高的因素之一 那么今天我们来了解 女性出轨的原因和心理因素 男人出轨的视频也做多了 一般我们都知道 男人出轨,女人最终都会选择原谅或者挽回 但是如果换成女人出轨呢 别说挽回 可能连银量都没有 要想防止女人出轨 首先,我们要了解女人出轨 比男人更容易找到对象 其次,女人天生就是弱者 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被人照顾 被人呵护 如果你没有用心的去照顾女友 只是一位觉得 供他,衣事无忧就可以了 没有呵护,没有慰藉心灵 要知道女人往往一有男朋友 就不再像以前那么多异性朋友 不是女人重色亲友 而是工作男朋友占了太多时间 有情成了很奢侈的事 男人各三叉五的要和朋友聚会 时不时要初期喝酒 按摩,减压,留在家里看孩子的 都是寂寞的女人 这空虚寂寞就很容易让他人称虚而入的机会 除了上述 除了上述,长期因为工作原因分机两地 加上男人不时常联系她 没有时常安排回来陪伴她 无论是在心理上或者生理上 长期的分居会使女人心理上没有寄妥 让她没有安全感 一地,女人除了生理切失 在心理上同样也是切失 长期切戏女人的生活 就算没有男人也会分开的 因为有和没有是一样的 毕竟性生活是两性关系里 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 如果男人有自己的工作压力 或者生活上的烦恼 而忽略了对老婆的温存 这个对女人肯定是有怨源的 女人也是有自己的生理需求 你不满足她 也许她会找别的男人 这样容易是 她红杏出墙 男女出轨 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女人如果出轨了 通常身心都会出轨 女人的出轨 往往是动了真心 用了真情 所以女人的出轨 更加难以了断 而且出轨的女人 完全像变了一个人 对自己的情人痴迷 对自己的男人 对自己的男人截起 出轨的女人 大概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基本上 所有为了感情而出轨的女人 最后下场都是 自己本来的男人离开自己 而情人也会回归家庭 重判清理会是最后的结果 更糟糕的是 当周遭知道您出轨的事情后 大家怎么看你 不管如何 标榜自己的感情 在别人眼中 你可能就是一个不守复道 不知减点的女人 而最终连自己的孩子 可能都看不起你 婚外情让无数婚姻家庭 变得越来越复杂 让无数夫妻们痛苦不堪 让无数人失去了婚姻的目标 很多被婚外情伤害的人 常常感觉进退无门 心中很悲凉 却舍不得离婚 他们只能忍着尊严的打击 在煎熬中争取把日子进行下去 其实不仅仅被背叛的人会伤心 那些出轨的人也不会好过 最终出轨的人一定会体会到 不尊重婚姻所带来的惨酷惩罚 最后 Taxi师姐希望你多学习 爱自己 建立自己的社交圈 这样的女人才更有吸引力和魅力 好的 希望这期分享的内容 可以让你有所领悟 你的点赞 订阅 分享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你对女人成长营 有什么想要交流的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交流 有脸书的朋友也可以关注我 Paxi师姐 在订阅时候 记得点击按钮旁小铃铛图案 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新节目上传的通知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